全球现存的核弹同时爆炸 能否毁灭地球和人类 从核弹被发明出来 只有小日子过得不错的日本人遭受过核弹打击 人类自此意识到核弹的恐怖 之后全球共进行了 超过2000次的核实验 如果外行员可以看到 会静静欣赏这烟花吗 爱因斯坦曾说过 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用了什么武器 但是第四次大概只能是石头了 核为核武器 核武器就是利用核反应释放出来的能量 产生巨大的杀伤力 与造成核污染的武器 历史上唯一投放的原子弹 为第一代核武器 直接造成了十万人的死亡 还有十几万人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核辐射危害 倒了第二代的氢弹 利用青铜位素核聚变反应释放能量 苏联曾经在北冰阳新地岛进行氢弹爆炸实验 1961年10月30号 26吨重的沙皇氢弹成功试爆 这产生了相当于5000万吨TNT的当领 所形成的蘑菇云有6万米高 30分钟后 100公里内的生物基本被消灭 雷达通讯等设备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但是这两种核武器的主要威胁是来自于爆炸瞬间所产生的高温波 光辐射 电磁脉冲等等 虽威力巨大 但耐力不足 很快 人类又想到了更厉害的武器 也就是号称末日炸弹的五弹 把青弹的外壳 换成放射性的古六石 摔白的过程会带来空前的爆炸力 这一造成大面积的半永久放射性污染 直接导致自然系统形成不可修复的毁坏 地球上99%的生物最终将会消失 不过好在古代只停留在理论中 在实验上的转换率非常低 但是这一理论震惊世界 现在已经全面禁止研究 毕竟一旦实验成功 那无疑会成为灭霸的手套 自从20世纪核武器的诞生 人类的战争逻辑彻底改变了 无论你的防御能力有多强 在核武器面前恐怕都不堪一击 核武器打击好像高手过招 要么一动就一招定输赢 1999年9月 在东京 由三名核燃料加工厂的员工 由于操作不当 被核辐射蓝光直接照射到 哪怕当时采取马上撤离的行动 还是有一名工人在10天之后 出现了染色体异常 20天之后全身亏烂 70天后 所有组织丧失功能 80天后几乎不成人样的痛苦去世 还有一名工人在210天后 也就着无效死去 这仅仅是被核辐射照射了一下而已 在广岛原子弹记录片里 位于爆炸中心的人会瞬间蒸发 这是由于强烈的冲击锅 与激高温所形成的降维打击 直接将人气化掉 那么作为二代的氢弹威力有多大 一颗千万多级的氢弹 杀伤半径大概是15公里 杀伤面积大概是700平方公里 能轻松毁灭一座大城市 所以你不用纠结是会先听到声音 还是先看到爆炸 核弹的杀伤 第一是热量和光 第二是冲击波 第三是辐射 第四是放射性尘埃 三和四本质上都是放射性粒子 但是传播速度不同 是伽马射线和阿尔法射线 要是在爆炸中心150千米内 那什么也别想了 就等着投胎吧 如果没在中心位置 可以先趴下 张嘴让冲击波防止肺部被爆掉 尽量去地下室 或者低下一两层 杀马射线虽然穿透力很强 但它不会拐弯 钻进地铁站是个不错的选择 剩下的就是和时间赛跑 逃离核污染 背对爆炸中心 与风向垂直跑 即使全部核武器引爆 还是会有一小部分人可以存活下来 如果考虑到后续辐射和文明破坏 人类倒退几百年 是在所难免的 人类拥有的核武器 或许可以毁灭人类文明 但想毁灭地球 还是不自量力的 无论人类怎么折腾 给它一万年的时候 基本可以恢复了 哪怕一亿年又如何呢 毕竟时间是人类创造的概念 对于地球来说 可能只是一瞬间的事 大自然终于核包扎类似的 就是火山爆发了 人类有记载的最大规模火山爆发 是1883年 克拉科托火山爆发 四分之三的身体被炸飞 释放了250亿立方米的物质 而这次爆炸 相当于2亿吨TNT爆炸威力 是全球核武爆炸威力的15倍 这其中谈论最多的就是核冬天 50亿吨TNT当量 可以把9.6亿吨的微尘 和2.25亿吨的黑烟 带到空气中 这些尘埃会在高空填流数雨 甚至数年 引起大气环流的混乱 要知道 赫赫有名的阿尔尼诺现象 也不过是太平洋中 一股暖流出现了异常情况而已 但是地球上 所有的核武器一起引爆 所产生的能量 也就相当于一次 大点的地震而已 用数字大家会更直观 太阳每天提供给地球的能量 大概是4万亿吨TNT当量 著名的希克苏鲁勃陨石 也就是可能导致恐龙毁灭的陨石 大概是120万亿吨TNT当量 炸掉地球需要至少 70万亿亿吨TNT当量 冷战期间 全球核武库历史峰值是 400亿吨TNT当量 可以看出来 这个量级不是差了一点半点 哪怕后续造成的尘埃 也根本不足以压制 全球的光合作用 大气环流也会在数月之后 被处理掉 何况现在核武器储备 已经不及当年了 现在我们基本知道了 核武器的危害 在战争对抗中 确实威力非凡 但是顽强的人类 还是有存活希望的 地球更是连皮都挂不动 不管怎样 都由衷的希望世界和平啊